erry 今次講解針對時態 我們要講一講 剛剛講解針對時態 请大家看看这条字填充 究竟句子当中 不者的意思是什么 他想说些什么 然后你去决定我们需要用什么时态 因为填错了我 就表示意思可能会被曲解 或者是不合理 我们看看第一题 大家不知会留意到 这题是想说些什么 不者的意思 基本上应该是说 我们不应该 放下Sandy自己一个 他肯定没有办法 可以完成到处理到 应付到这个任务 他自己 我们全部人都知道 很久以来都挣扎 很辛苦地处理这件事 我特意不说得很清楚 大家留意一下 第一要判断 我们不应该放下Sandy自己一个 发生了没有 我们放下了他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也知道 should not 这是一个modal verb 因为我们所谓 情态动词 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后面这个 是跟一个basic form 后面这个 那个leave 应该是跟回原载式 就可以了 我们不应该放下Sandy 他肯定不能够可以去 留意 won't be able to 就是will not be able to 这个to 在后面 基本上是跟一个basic form manage 大家留意 如果查查字典 不是理解管理 manage 是理解 to do something difficult 是做一些艰难的事情 这个字是理解 应付一些辛苦的事情 We all know that 我们全部人都知道 留意 知道的话 即是有些事情是发生了 再加上后面 struggle 要接 with it for so long 即是一直都挣扎了很久 你要留意 问大家 究竟这个挣扎 增扎完美 曾经有增扎过 增扎过程 增扎完美 还会不会再增扎下去 所以我们为何要不要放下它 恐怕它将来只能搞不定 所以我们应该定断到 它一直以来都在挣扎 仍在挣扎 仍在挣扎了很久 而搞不定 所以是用这个时态 have been struggling 是presen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 是现在完成进行式 这是最正确的 请不吝啰 第二题 你又看一看 给点时间 看一看 很重要的 你应该定断到 这个是山 有三个人在山的不同位置当中 其中一个 和另一个说明 某军 这个人 如果你看过 要判断 看前文后理 你应该想得到 这个人 我想问大家 他开始爬山了没有 爬了没有 前文应该是未开始 或者可能开始也可以 如果未开始 将会开始 或者已经开始 可以试一下这些选择 I will climb up the hill 或者 I am climbing up the hill 是没问题的 看你会对 I am going to climb up the hill 都可以当对 是正确的 不过这个纯粹是时态的 因为准备你going to 什么 going to 什么 going to 什么 都可以当对 going to等于will 所以我们不说 I will climb up the hill 和I am climbing up the hill 都是正确的 我将会爬这个山 或者我现在正在爬 I will try to 我尝试 将来 try to catch 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现象式 I will try to catch him on his way 原来他在追赶一个山的 可能中间位置的人 他是在一个山偏低的地方 现在正在爬山 追赶一个已经开始阻断时间的人 so I will try to catch him on his way 跟另一个人 那个人可能在山顶 You should 在上面等我 up there 你见到是山顶 有两个情况 可以是 You should wait for me up there 或者You should be waiting for me up there 可能 你应该在上面等我 不要说到等的精准时间 或者你应该在上面等我 如果这个人已经在爬山 可能相对迟些 我已经在爬山了 你不要走开就到了 You should be waiting for me up there 或者我将会爬 还有排都未到 还有三个钟 五个钟都未到 你在上面等我 到时再定 可能在通知手机电话 这个就是用 You should wait 所以 should 之后跟现象式 或者 should be waiting 应该在上面等的状态 都是成立的 OK 希望这里大家觉得清楚